政治焦點要來看到是總統蔡英文 在今天是來到新北板橋來參拜 不過最近卻老是被質疑 他的社宅政策面臨到跳票危機 政府直接興建社宅的達成率 只有百分之六十 不過對此副總統賴清德強調了 他會延續小英總統的政績 雙手核實前程參拜 總統蔡英文週末一早來到板橋 街雲寺參鄉政變 黨內二零二四 挑戰立委連任的羅智正張宏璐 全程相伴 自家立委替新北市民爭取建設 蔡英文系數兩人政績頗有 服選異位 一行人更指導 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的發跡廟 板橋慈惠宮媽祖廟 民眾熱烈 歡迎 搶著握手合照 這過一期兩年 這個經濟的發展的平均值 但當然十三點四 這是超過我們全世界的平均值 沒有再多之孫 在野狂轟前瞻計畫 蔡總統轉手圍攻強調前瞻打下的基礎 讓臺灣經濟穩健成長 不過社宅政策似乎面臨跳票危機 審計部決算報告統計政府直接興建設宅 達成率只有百分之六十 既有完工戶數也僅有兩萬四千六百三十六戶 距離目標八年二十萬戶還有些許差距 蔡總統八年一賣 和我八年一賣 憲憲綜押二十五萬戶 保租貸綜押二十五萬戶 租金補貼綜押五十萬戶 我想我們所做的是過去前幾天政府的好幾倍 雖然還沒到百分之百 但是我想一切照進度來推動 蔡政府的社宅政策很明顯就是嚴重跳票 索治政還要硬拗 硬去扯國民黨 這讓人家覺得這種民意代表 不僅不為人民監督政府 不為人民發聲 還搶著做馬屁精 賴清德喊話延續蔡英文政機 加成社宅戶數 滿足需求 大選倒數關乎居住正義的社宅議題 也成了 共訪戰場 記者成員 廖偉宏 採訪報導